大家好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三 我是华冠投股股市甜心 严夏老师喔 好那今天我可以先看到 严希的安克4188 从上个礼拜飙到这个礼拜 本颇接近55个百分点 再次恭喜大家 哦不止安克很好赚 有没有 原三是不是通通都赚到 有耶快很准也超过三成涨幅 所以后这个礼拜又是可以干嘛 开心花用力花尽量花 那安克呢我之前跟大家提醒过了 不是现在才告诉大家的 上个礼拜 有没有有没有记得 我说后所有的操作我喜欢事先预告 我喜欢事先讲 讲到安克这个生计的概念后 你就要去思考了严希是不是从保瑞 去年永保安康一路一路的做过来 然后到强生 哎呦强生又变长辈股了 那强生变长辈就有人来问严希老师 但是我现在也不大能买强生了还有什么 来4188 4188的小强生 再次恭喜 好的那你可以看到 安克已经是从上个礼拜涨到这个礼拜 今天呢一样是续墙 那再来看到我知道今天很多人 对盘势的震荡 对盘势的震荡是会有疑虑的 但是呢我常告诉大家你在股市里面 你眼光要放的长远 不是只看股市一天的涨跌 一天的涨一天的跌 那个没有意思 为什么因为严希带各位超过股票 我也不是看一天的涨跌 我带你看的是一波 我们有没有办法赚成长辈股 就像好啦你即便现在震荡了 这个震荡我不是现在才讲 我在大概6月中台股前一波 创新高的时候 我已经提醒各位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节目很优质要认真听 来6月中就是这个点位 有萤幕的就打开萤幕 在6月中台股一创新高 我就说接下来的三个月 你要很爱很爱很爱我 为什么当时我还举例 我还举例我说 今年的台股是不是从开红盘 就是我现在放的这个位置1月30 开红盘带亮长红 跳出去以后开始红盘4个月 对当时来很多人都说上半年没有行情 但是就光横盘4个月 我的长辈股就已经快要10档了 记不记得光横盘 好然后5月台股做一个俯冲的状态冲到万七 又颠覆了所有人操作的思考逻辑 为什么因为每次到了5月很多人说 5穷6绝7上吊 5穷 结果到延西身边勒5不穷6不绝7上天堂 有没有这个后我说过绩效会说话 K线会说话拿这张出来就可以了 在上半年你看到高丽连羽 金锐华福雷虎JPP 在上半年震荡 大盘横盘震荡4个月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我的股 长辈股已经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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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跳出去了 好结果到了5穷6绝呢 全市场一堆人在放空 连羽叫我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 就在你害怕5月的时候 我就叫你要吃喝玩乐 吃喝玩乐有没有很好赚 有 吃喝玩乐赚谁 三富五福 对不对 好到了6月 很多人在follow follow什么 黄仁勋执行长来台湾这股AI的旋风 很多人当时对AI的旋风还是懵懵懂懂啊 结果现在所有人都变AI大佬了 但是你看过眼看过来看过来 我说AI确特GPT 我不是现在才讲了 我今年初就讲了 连我的影片我都有录在财经吸引力 大家都可以回去赚赠 所以才会造就我的创意去年买在405407 今年年初600市附近还加码 所以才造就这个600市附近还可以加码 这样了解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看产业的趋势 你要回推回来股价 回推回来股价 你就知道当时延熙下手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 好那今天盘面是持续的震荡 没有错 因为市场现在在近代联准会的 那个FED的利率决策 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是今天的凌晨 那这个后市场上现在大家有的共识就是大概升息一马 可是其实这个不是重点 就包含 我在节目上一直告诉大家 我说升不升息不是重点 重点是 之后 这个升息循环要不要停了 这才是重点 所以今天 或者说半夜啊你睡不着要看新闻 或者说明天早上看 你就要看一下升息循环 是不是最后一次 好 然后再拉回来 所以近期 可以看到盘市也因为升息 升息的问题 然后开始后 出现震荡 那但是出现震荡我又讲了 我说很多时候盘市在震荡只是为了干嘛 给你休息 那休息又是干嘛 休息只是为了更长远的路 这个你就要分清楚 什么叫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因为盘一年开260天 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震荡 那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震荡 那你这档股票放在身上到底是要买还是要卖 要买还是要卖 盘一震荡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吗 绝对不能这样子 你这样子操作股票你就会很辛苦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告诉大家 产业才是你股价最好的避震器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大声的告诉你 你去看我五月的三富五福 我在买的时候大家笑我 我就跟大家讲啊 以往你看到这个叫海啸第一排 但是今年会变成海景第一排 好当时没有人理我 结果五月到了六月到了 开始要公告营收 营收砰冲出去吓到大家了 对不对 对这叫什么 产业是股价最好的避震器 因为我看到复苏了嘛 好那到了六月 因为黄仁勋来台湾 然后呢AI伺服器这一股旋风 席卷然后再加上苏妈前阵子来台湾 所以AI的热度一直出来 那AI的热度出来 我要大家观察的是什么 你要看这个商业模式有没有开始运作 换句话说 你要看他这个东西只是奖而已 就像生计很多人说 新要在研发 研发阶段讲白了一点 拿出来卖了吗 还没 研发那叫研发阶段 好那但是AI 这一块不是在研发阶段 已经有商业模式是拿出来卖 既然拿出来卖 既然拿出来卖 就会有营收 既然有营收 就会有获利 那既然会有营收 有获利又接近成长的时候 来我是不是机壳告诉你可以做 代工告诉你可以做 伺服器告诉你可以做 散热呢也一定要做 网通呢也一定要做 我们就拉一档广运好了 有没有看到广运 有耶 颜希老师你的广运 有没有 即便这两天是回落 我现在就是要讲这个 即便这两天是回落 你去思考我当时买多少 三字头 三字头 所以我说 产业就是你股价最好的避震器 就是因为我是低档卡 我也低档布局 我每一档股票你都可以出来做验证 包含你可以看机壳3013 对不对 我也是买在低档 我也是低档卡位 三四八三 我也是励志做大事去年赚一趟 今年前年赚一趟 今年再赚一趟 对不对 我当时买的是六字头 好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因为买的够低 股价冲高 即便受到盘式影响在震荡 但是已经脱离了你的成本区 你早就是赚多赚少想赚多少的问题而已 这样了解吗 再次恭喜会员 我们不只标股一档接一档 长辈股也是一档接一档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好奇 颜希老师 那个宝瑞你到底怎么看的 宝瑞到底怎么选的 你怎么可以买在210附近 去年 好我下半场 回来大家想要听产业的资讯 想要了解我到底怎么样去抽丝剥茧 找出宝瑞成为长辈股的好朋友 记得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我来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产业这一块资讯 为什么颜希的眼光跟人不一样 为什么颜希老师 其实你可以在去年就选出宝瑞 你当时到底知道他会成为股王吗 其实我当时选他的时候 我是看他的体质整个改变 你可以看到这张字卡 就是我当时在去年中 大概6月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什么叫CDMO 那我很记得我CDMO这一块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他叫委托开发剂制造服务 这个缩写 其实讲白了一点就叫代工 那你就会去思考了代工 代工到底能赚什么 你也要知道过往的一些 代工就是毛三毛四 不可能每个人都像台积电赚这么多吗 对好那代工真的能赚吗 那我只是告诉你 你台积电是科技业界里面的代工模式 但是看回宝瑞 他就是他就是生技业里的代工模式 但是就只是代工的话不可能 重复一次就只是代工不可能会成为千金股王的 这里要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来更新一下 什么叫更新一下 我让你看我到底是花多少心力在做股票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这张字卡是去年6月 我当时买宝瑞买价我记得是210 来这个价钱你看清楚 280附近当时在买 还有一个前阵子有没有快要700 700以下加码的 但是你要看到的是这个 买在200 买在280附近 210到280附近 好那去年呢各位你再看 这张字卡我告诉你这CDMO 那但是CDMO顶多只能长辈而已 因为赚很多嘛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他还可以成为千金股王 好这是去年中的 来我一直告诉大家 我花在产业的时间我麻烦你去看 为什么 因为我有YouTube这一个频道 我告诉大家 光宝瑞这档 这档股票这家公司我 14集你听好就是 产经吸引力第14集我讲宝瑞 第42集也就是去年底今年初我讲宝瑞 在接下来还会有一个73集我在讲宝瑞 我光这档股票我花三集 你就要知道我是花多少时间的 花多少时间 那我也讲过我在看一档公司 我一定把他祖宗八代深层八字 尽量能看嘛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一直告诉大家这个盛董是很厉害 是非常年轻有为 也就是宝瑞的董事长 那盛董其实有非常惊人的身家背景 他是国内知名药厂 我就不要讲哪一家 他是知名药厂的第三代之外呢 跟星光集团也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星光集团创办人吴火师先生 他的长女 他的长女也就是盛董事长的岳母 这样了解 有姻亲关系的岳母 所以换句话说 保瑞跟星光有关系 所以才这么有钱吗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先讲好了 所以这个你了解了这家公司 你就要知道 再看到他这一两年做的并购动作 什么叫做的并购动作 好了去年我是不是在6月 我们用周线看很清楚 在6月的时候我给你嘛 就在去年这一段时间 6月我给你 各位你看喔 当时6月的时候你看 如果你只会看财报 我说过你在股市要基本面 产业面趋势面 你都要面面聚到 你当时如果6月你只看财报 你绝对不会买保瑞 而且你会说 刘延熙你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吗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看的是要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去年初保瑞其实一直在做并购 一直在做并购的动作 那他去年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底 去年初还有前年底是花15亿上下并伊甸生医 那伊甸生医对他的营收并没有太大的激情 但是我要看的是去年初传出来的 他要并安城药 那特别的是他并安城药他花60亿 那这60亿是什么 现金 重复一次 他当时花安城药并购的这个案子 是花现金去并购的 换句话说 我这个前两年才各赚一个股本的公司 我竟然有60亿的现金可以拿出来 直接去并这家公司 那去并这家公司 我就要想了 我当时在买的时候我就要想了 我说并这家公司 那我是不是这家公司之后的工厂 之后的药证 所有全部通吃 对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看好的原因 好那我现在来更新一下 我们来更新一下 我说过我能做成千金股王绝对有道理的 为什么勒 我去年6月买我前阵子还可以加码 你一定会觉得 为什么在700敢加码 我700我随便也赚300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敢 这个是大家要学的 我们先更新一下 今年你可以仔细去看 保瑞他光今年的第一进的合并营收超过47亿元 其中有大概74% 这个我拆解了公司的营收结构 这是我常做的动作 他其中大概有74% 这个跟之前的收入是不一样 这叫销售业绩 销售业绩 你现在你要先了解 就像我之前去年在讲的 来 保瑞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CDMO 因为他在去年的时候 还没病安成药的时候 他的代工收入是占所有的营收结构90% 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90% 那既然他还只是代工 他没有能力变千元 你一定要看到公司的体质整个改变 所以呢 你再看到今年2023 不一样了 CDMO整个缩成26% 这叫收入 这叫病了安成以后 他整个营收的结构是改变 那第二点 原本他还有再去病 他除了安成药以外 他还去病日本武田 那病日本武田这一块 有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不是只有代工 他会把整个产品拿回来自己做 就变成以前给人家代工 他的毛利比较低 现在回来自己做的毛利会比较高 所以他要去病武田 这个学民要的时候 又转成自有产品 既然是转成自有产品 他的毛利率 各位你去看 从20去 那个第一季20几个百分点 直接跳升到40几个百分点 这个叫做干嘛 趋势很确立 非常明显 就是他整个的商业模式都改变了 再来 现在CDMO在生技界里面 客户既然我拉到了这个大客户 这个客户黏着度一定会非常强 他不大会抛 所以今天新闻各大媒体都在讲 保瑞开始要挑战全球CDMO的第10大药厂的地位 有没有看到很恐怖 有 这就是占千元的股王的不一样的姿态 已经出来了 再来最后面看到新药的部分 我们要看的还是新药 就是你去病安城了以后 安城他原本有7项FDA审核的药症 那包含4款的眼药水还有3款的口服药 这都是接下来后他现金来的 那我们要拉一下他的眼睛的这个药 安城最有名的就是他就是肝眼症的药 那肝眼症的药市场的规模会超过10亿元 既然超过10亿元 颜希老师你为什么敢加码 因为这个市场规模超过10亿元是美元 重复一次是美元 而且最快在明年才要上市 这样了解吗 最快在明年才要上市 所以今天花了一些时间 跟大家拆解一下结构 还有告诉大家近期颜希怎么去看保瑞 还敢再700块加码 这就是颜希的逻辑 那当然我希望大家就是 可以多花一点时间 多看颜希产业这一块的用心 因为唯有产业才是你的股价避震器 这样了解吗 那这里就祝大家操作 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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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